缆投资国内专业的互联网理财平台 收益超银行活气数倍 以为众多用户带来丰厚收益 缆投资理财新选择 源于民族之心 新于品质之点 成于健康之路 有爱有缘有三缘 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 创业产业急速升温 根据2015年7月17日 阿里研究院和36克等联合发布的 移动互联网加中国双创生产研究报告的数据显示 2014年中国新创工资数量达到新高 也有3200多家创业工资诞生 2014年开始的创业潮被称为中国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创业浪潮 去年我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 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这是结构性改革和结构调整的重要类 极大的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创业创新热情 这个热潮正在中国大地蓬勃兴起 双创是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 还是扩大就业的有力支撑 还是发展分享经济的重要层次 今后我们将继续推进这方面的改革 使创业创新过程更顺畅 经济发展之路更平稳 人民生活水平更提高 双创也是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被提及最高的词语之一 在中国的数字颠覆者分论坛上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景宏指出 不论是国家政策的推动程度 还是创业环境都有利于创业者 其实我特别不想用不愿意用颠覆这样一个词汇 我觉得任何事情都不是可以颠覆的 应该更好的是一种升级 数字技术或者互联网技术 是近代人类最具有革命性的一个技术 那么它带来的是人们的生活方式 企业的运营方式生产方式的巨大的变革 我们现在中国正在处在一个新的创业的热潮 我也不太愿意用热潮这个词 其实我一直在想 硅谷哪一个阶段是它的热潮 其实它的创新与创业一直是持续的 我本人特别希望这一轮的创业 未来能够成为一种常态 那么国家的政策 我觉得这一轮对创新创业的推动 比以往任何一次力度都大 其实不仅仅是国家 大家看到今天的创业环境最好的一点 就是面向创业的服务业蓬勃发展 无论是政策 无论是市场的发展 将为中国的创新创业带来很多新的活力 我也希望这些能够是持续的 徐景宏现任清华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同时担任清华大学启迪创新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中关村大学科学员联盟理事长 以及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他1988年研究生毕业于清华大学压力加工专业 后担任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 2000年担任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副董事长 2009年起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助理 2012年成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在今年4月的一次采访中 他曾经谈到 今天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 对创业者提供的机遇都多 这是一个青睐和成就创业家的时代 在惊吓的夏季达乌斯论谈期间 他又接受了财新时间的专访 谈及他对于创业热 创业环境变化 以及如何面对成功与失败 等多方面的理解 其实我们说这个万众创新 大众创业已经提了很长一段时间 但现在这个还是一个很热的一个词 您觉得是不是有一些过热了呢 这八个字其实没有太长时间 我记得就是去年夏季 去年的在天津的达乌斯会上总理提出来 那么一年过来 其实有很多人也在问这个问题 我个人倒不这么看 我觉得没有过热 因为创业这件事 实际上就像我上午讲的 它不仅仅是一个行为 同时也是一种文化 一种精神 总理讲 我们现在每天 还是一千万家公司的速度在产生 其实这是很好的一种现象 创业本来就不意味着一定百分之百的成功 即使在美国 在很多发达的地区 创业在硅谷 其实也只有10%左右 甚至更低的这样的成功比例 所以创业首先就是和失败半生的 失败本身又是成功之母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氛围 能够让我们的新的一代人 能够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对于我们国家的未来 对于他们个人的成长 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您觉得学生有创业的一线 刚才你也说在学期间去经历的话 其实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财富 但是你说有八成的学生 他们毕业以后都去自己创业 这是现实的吗 不见得 有意向未必一定去创业 只不过是他们 因为创业是含有一定的梦想 其实做别的事情也有一种 我们今天已经把创业的概念非常狭义化了 非常已经把它变得很窄了 就是只有成立公司去 像马云一样 像雷俊一样才叫创业 其实创业这件词 这个词汇绝不是单独的说 你成立公司才叫创业 从清华来讲 我们更注重的是培养学生的一种 叫Entrepreneurship 就是铁家精神 一种敢于冒险 一种敢于为梦想去奋斗 是吧 这样的一种精神 又把它转化成它未来的行为 说明在现在这样一个环境 这样一个形势下 更多的年轻人开始有梦想 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 但我觉得在实践中 不可能他们都会去 真的去自己去创建一个公司 这个训练的东西没有 这一种你 mustard 我看得到我的那就 毕包 diz